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过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resistant的计算的部分的话 依照这个电阻的定义的话 就是两端的电位差除以I 换句话说 如果有两个conductor 那你现在呢 把它连起来 连到一个电池上面 那基本上面 这个 两个conductor的部分呢 它中间有电厂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这两端的电位差的部分 在跟这个电流 那两个的笔值 那这个笔值的部分 是 对这两端的电厂来讲的话 所换算成电位差 是负的E.dl 那I的部分呢 跟clin density是有关系的 OK 那基本上面 完全是定义的结果 那同样的capacitor的部分的话呢 也依照定义就是 也依照定义就是q除以v 那换句话说 这两个q除以v的部分 我一样的 用这个高式定义的部分的话 我可以知道它是d.ds 那v的部分的话呢 它基本上是跟上面的 两端的电位差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看到rc的值 r乘上c的值 v跟v消掉以后 我们是等于 这个q除以i OK 那换算基本 过来 你把它这个消 d的部分 是等于 一小鱼 那 这一项已经消掉了 那z的部分呢 是sigma1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比值 就是等于一小 然后分之sigma 所以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的r跟c 只要你知道其中一个 好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r 好 所以 反过来 一样的 如果r知道的话 那你就可以得到c了 好 那 接下来的部分的话 我们看 几个 我们平常已经非常 啊 在之前已经计算过的一个例子 首先第一个例子的话 我们说 这是一个同轴电缆 好 那半径 A 然后这个V 换句话说 在这个重轴电缆的部分的话 这中间的 本来应该来讲 这边有一层薄薄的 我把它画出来 OK 那 我们看到的是内径跟外径的部分 它都是conduct 那你是相当于就是说 中间的部分 你是有 issue 跟sigma OK 那 这个是一个界电子 那 我接着我要问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对这个系统来讲 这是你已经很熟悉的 同轴电缆 OK 好 那 对这个同轴电缆的话 它有 一个 resistant R 在这个点 对 那 这个resistant R 一般我们 把它称为 漏电阻 OK 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同轴电缆 的部分 所以 这个漏电阻呢 我们把它 以单位长度来表示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接着我们想要讨论的 那 我们说对这个系统来讲呢 你去计算你的C 已经是以前就算过了 对不对 那 如果不健忘的话 你的C 可以去查一下 2pi issue log V除以A 这是我们的C的部分 那你知道C以后 直接我就可以知道 R的部分 R的话就是 一雄 sigma 然后C 就是你的R 那换句话说 你马上把它放进来的话 就是2pi sigma 然后 一雄已经消掉了 log 然后 A分之一 当然有同学问说 我可不可以直接从这里去计算 R 我说可以的 你也可以这样子算 那这是我们第一个例子 是常常我们碰到的 那第二个例子的部分呢 也是你常碰到的 那 任何两个导体 那也是都是重轴的部分 那我把这个长度的部分把它拿掉 A OK 好 你换句话说 原来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我如果简化 这个也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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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平行的 transmission line OK 那对这个两个平行的transmission line 来讲的话 就像这两个导体 那我现在我说 在这中间啊 这两个transmission line 中间呢 如果我距离是低的时候 我把这两端一接起来的时候 它中间的resistance是多少 那对这样的问题 基本上面 基本上面 我们说 这个问题啊 其实我们在之前已经计算过它的capacity perunilance 那这个值是多少呢 这个值 是等于high issue issue 然后 这个arch hyperbolic cosine 的 第一分之二a 那你知道这个的话 你就可以求R R的话 一样的 你就可以直接拍sigma分之一 hyperbolic cosine 第一分之二 那 同学会问说 啊这个怎么算 capacity 如果你忘掉了 或者是你不会算 那很简单 你也可以用image charge的官司 把这边变成一个image line 这边有一个image line 然后去计算你的capacity 好 这是第二个例子 那基本上面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我刚刚已经讲了 我们可以 是用 这个capacity 部分 去把我的R算出来 那我也可以直接 就用这个定义去算它 那你要用这个定义去算它的时候 第一个你要把电场算出来 那对于这种 这种情况啊 不规则的情况啊 的电场一定不好算 那我们说电场不好算的时候 要先算什么 电位 对 你电场不好算的时候 你要先算电位 那第一个你就是先算电位 第二个呢 你先再把电场算出来 再把电场算出来 对不对 那电来你这样算出来以后 你的current density J 就等于s,1 你就知道了 所以你就把它带进去 1.dl s,1.ds 就得到R 就可以得到了 那这个J呢 其实就是 s,1.dl 这是我们的标准程序 那 我们现在我们就举个例子来看 依照这样的情况 我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个画的不是很好 但是 基本上像一个西瓜皮一样 那你这西瓜皮呢 有一个内径 内径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部分 是A 那外径呢 是B 那我们要问的就是说 如果 如果我在这个位置 我的V是等于0 那跟这个位置 V是等于V0 换句话说 我在这两端接一个电池 那我要问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这好像是这两片东西 只是这两片是分布在这里 那我说 在这个系统里面 我的R是等多少 让我们够了解吗 两个Conduct 然后 那 回归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现在看到了 我的Potential 是有分布的 但是我不知道 在这个区域里面的Potential 是怎么分布 电流 你很清楚的知道 是这样流过来的 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对不对 这是V等于0 到V等于V0 应该是 高电位留到低电位 就是这样 OK 那 换句话说 在这个系统里面 你已经知道 我的Potential Potential 是等于0 V0 是 假设 我定义 我的Y角 我把Y角定义起来的话 那我把这个坐标系统 换一下 会好一点 这是XYZ 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 叫Y角 OK 那我就变成是 Phi等于0的时候 V是等于0 Phi呢 是等于2分之Pi的时候 V是等于V0 那在这个条件之下 La plus V等于0 你要解它 用什么系统会比较好 嗯 延柱坐标系 对不对 好 那你用延柱坐标系的话 我们现在看到的 我的Potential Potential 如果我用延柱坐标系是 Rho Phi Z 对不对 现在你看到的是什么 我的Potential是不是 Rho的函数 不是 不是 我的Potential是不是 Phi的函数 是 我的Potential是不是 Z的函数 不是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现在你看到的 你的Potential本来 Rho Phi Z 你现在只有Phi的函数 那你的La plus V 前面的 Rho Phi 通通没有了 只剩下 V 这是等于0 前面的都已经没有了 因为它不是Rho的函数 也不是Z的函数 那它等于0的 换句话说 你这个偏微分的部分 你已经变成全微分了 因为它只有它的函数 Phi 既然 二次微分等于0 那你的Vphi 解出来 很明显的 二次微分等于0 最简单的函数是什么 它是C1Y加C2 C1C2是Constant 那我们说 Phi 等于0的时候 它是等于0 所以Phi等于0的时候 它是等于0 那C2就等于0 它是等于V0 所以你的C1乘上2分之Pi加C2 C2已经是等于0了 是等于V0 所以C1的值就等于Pi分之2V0 换句话 V 我很清楚的是等于Pi分之2V0 这是你的结果 这个结果 一出来以后 接着我们就要算出它的电场 跟它的Current Density 那 好 第一件事情 我说我的电场 一是负的gradientV 那负的gradientV是等于多少 在这里 只有Fy方向 你把它对Fy为分的部分的话 那就是负的Fy component 然后Zo分之1 OK 对它对Fy为分是等于Pi分之2V0 这已经是我们对这个整个的电场 这个系统的电场 那你知道看到这个电场的时候 我们看到是什么 它是Row的函数 换句话说 你看到你的电场 是随着你距离这个中心点 中心轴越远的地方 它的电场越小 OK 这是合理的 因为 整个电流是这样 所以你这边的电场 跟这边的电场是不一样的 所以电场你已经知道以后 接着你就要算 Current Density Current Density是等于多少 Sigma 所以你把它放进来 Zo分之1 Pi Sigma 2 V0 你这也知道了 现在就是 我们回归我们的 Resistance 要去算V跟I 那你已经知道 E跟Z了 所以我们 马上回归来 V 你也已经知道了 其实 在这里面 V你已经知道了 因为这个V就是 DetaV 是两端的端电压 那这两端的端电压 你已经知道是V0了 所以我们要算的就是I的部分 I是等于J.ds OK 那J已经知道了 负的 5 OK 然后Pi R 2 Sigma V0 然后乘上Ds Ds在这里是怎么算 我们看到 这是负负的方向 我们刚刚 跟我们刚刚讲的是没有错的 就是他的Current 是从这边 流过来的 OK 这是我们的Current的结果 这是J OK 负负的方向 那这里的Ds是等于多少呢 对这个系统来讲 好 我说这个的宽度 如果是H 这个宽度 如果是W 那请问Ds是等于多少 嗯 DWDH DWDH HDW DW是什么 这边没有 W是已经常数了 H是常数 嗯 你的Current是每一个部分啊 你的Current是每一个部分啊 你的Current是等于多少 Ds Ds 那你的客人是5方向 客人等于多少 5000 让你加数 ETH OK 除下 记者 introductory 介绍 leist DX是等于多少 H比肉 有没有疑问?H比肉 方向 那现在你看到了 我们看到了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以后 你马上你就是要对低肉的积分 那白方向 那负的 Pi 2,B0 H 然后Log 肉 那肉是等于多少呢? 肉是从 肉是从A A一直到B 所以你马上看到了这个结果是 负的2sigma V0 H Pi Log A分子 OK 那我们说 resistant的结果就是potential除以I 那我们的potential就是V0 那你把它这个结果带进来 2sigma H Log A分子B 分子Pi 好 基本上面的话 其实 这里面 如果你避免这个R 符号的存在的时候 你这边的 Surface的地方 你就把它定为符号 就是等于你的Surface 是跟什么? Current是同一个方向 这边就不会有符号存在 那也就会很Safe Consistent 那有没有问题? 嗯? 有没有问题? 那类似的问题 一样你可以去 不同的问题你可以去做 不同的解释 我也可以把这个问题很简单的 我就直接把它化成什么? 化成 如果我是这两端是V等于 那这个角度呢 这两个如果这个角度 从0一直积过来的 这个角度如果是60度的 那也可以试着去试试看 OK 可是我刚刚的是直角 我现在把它压过 那你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 你们在实验室上面可以 常常会有两变金属板 然后我 我只是一个potential 那基本上面 它的resistant的大小 是跟这个角的大小是相关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 电阻的计算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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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